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登机者护照姓名 二 出生年月日或护照号码 三 裁检日及报告日 四 疾病名称与检验方法 五 检验结果 入境后也提醒您配合居家检疫规范 留在家中或检疫地点不要随意外出 感谢您配合防疫措施 共同守护你我的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 台湾电力公司鼓励大家动起来 与新北市体育桌球委员会 还有新一国小共同举办了2020电力建设宣导会 即电力杯牧林桌球邀请赛 吸引了141组的球队报名参加 竞赛的人数超过了千人 场面十分可观 电力杯牧林桌球邀请赛开打 国小组小选手上场 每个都是伸手矫健 感觉自信满满 要来上一场高规格竞赛切磋球技高低 台湾电力公司推广桌球运动 与新北市体育桌球委员会 及新北市信义国小 共同举办2020电力建设宣导会 即电力杯牧林桌球邀请赛 除了国小组低中高组之外 还有机关组的成人赛事 电力杯牧林桌球赛总计141组报名 超过千人竞赛 战况热烈场面壮观 另外台电在会场外设摊 透过有趣的活动 邀请大家珍惜电力资源 加入节能省电行列 那个就是它的原理是利用 那个我们脚踏车它踩 然后呢它就会充电 帮电子充电 加入我们台湾电力APP的行动 借由这个台湾电力APP 结合我们这个电子上单 达到这个节能减碳减脂的一个效果 那也可以借由台湾电力APP 了解自己做这个自主 自主这个电源的管理的一个功能 透过趣味十足的小游戏 更能明白节能省电的相关资讯 台电希望来参加的大人或是小孩 竞赛的场内和场外 都能够有所学习 获益良多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根据新美市消防资料显示 火灾的起火点多以住家为主 因此消防局免费提供住景器给民众来申请 截至目前为止 新美市因住景器成功解救了65宗的火警 国际狮子会300B2区 联合捐赠了570只住景器给消防局 要守护民众的居家安全 住家冒起浓烟 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响起 原来是屋主滚头刀 差点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毁了一个家 索性住景器发挥效果 发出高音量警报声 提醒住户即刻逃生 类似这样的案件 截至目前新北市已经有65宗火警 因为住景器启动 及时逃生扑灭火源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安装逃生利器 保护全家人 国际私子会300B2区 第四专区第七分区 联合捐赠570只住景器给消防局 尤其新北市五楼以下公寓居多 也未设置消防设备 住景器安装简单 如能普及化 相信能守护更多的民众居家安全 针对5楼以下公寓来说的话 可以救很多人的命 针对这件事我觉得美妆 这是美私一妆 那在针对说我在发起 跟着我这下面五个分会 来做一起共同做这样的热心公寓的社福 那我觉得真是一个很有荣幸 一起参与共同的社会服务的事情 中低收入的 还有或者是有些独居的这些老人 都在板桥的 那么我们会来优先来做装饰 我想经过装饰完之后 只要家户有这个火灾花生 我想可以借由 治景器的一个掀起的 这样的一个警示 可以来安全来做一些地灾 火灾最容易发生在行动力坠落的深夜 或是清晨的熟睡时刻 透过安装助景器当守夜者 越早发现火灾 越早逃生紧急灭火 降低生命财产的损失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带你来看又建了一夜市的诈骗广告 这一次的受害者是 英哥知名的陶宜家李存仁 他们的宣传影片被诈骗集团一花揭幕 老师发现后赶紧发出声明 以免民众受骗上当 最近英哥知名陶宜家李存仁老师发现 有英哥淘宝馆为他们拍摄制作的影片 出现在诈骗集团脸书购物中 当成是礼品以低价出售 他们担心诈骗集团利用他们的名气 及精美的照片来欺骗消费者 若届时消费者收到劣质品 也怕会影响到他们的声誉 那些做白纸跟我们有点像 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意 也就是白色 那白色各有气质 有些东西是这样子 你没有把它摆在一起看 你会觉得说 这个也很棒 这个也不错 但问题就是说 他现在打着纯人堂的名义 因为我们做的创意东西 价格是比较高一点的 而且是适合市场的这种价位 他们那种就是说 在他当地已经做烂掉的市场 现在他把这个东西 用纯人堂的名义 打到台湾市场来 台湾市场一看到这个东西看 好像还不错 可是他们不能分辨 跟纯人堂的东西有什么差别 上个礼拜我们员工的姐姐 她说有看到 她说看到你们纯人堂的东西 有看不错 可不可以买 她就问我们那员工 我们员工一看 他就很奇怪 就赖给我看 我一看被盗用 而且上面还用了那个影片 接得很好 就是把那个 然后最后面 最后几个盗茶 那个好像他是借到 他自己拍的东西 那就是人家一看就是我们卖 那所以就有人直接想说 来我们纯人堂找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有点伤脑筋了 就麻烦了 万一有些人他是直接跟他买 那买的东西如果有 他觉得不好或什么 那是不是就到时候会变成是我们的问题 他们会直接认为就是 是我们卖出去的东西 相信不少人都有网路购物的习惯 尤其是看到明星或名人代言的商品 加上网购价格远低于实体通路 便立即汇款购买 可一旦汇款后 不是收不到物品 就是物品有问题 却也无法退费 三峡分局也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贪便宜而受骗上当 一二四广告 那在这边提醒大家 他有几个特征 就是第一个 他的这个网址 他有可能是怪怪的 所以当你点到这个网页的时候 你第一个要先看他的网址 是不是跟普通购物网的网址都不太一样 那这个是你要去怀疑的 那再来就是 他一定用超低价来吸引你去注意 那比如说现在手机 可能一只高档的手机可能要三四万块 但是他告诉你 这个目前我们给你一个大优待 这只手机可能只要八千块 那大家消费者看到说 哇这只手机平常三万块 可是今天我可以用这么低价 的价位来去买到 那通常这些网站上面 他可能留的只有email 还有或者是light 这种通讯软件来跟你做联络 那email 我们大家都知道嘛 我们可以已读不回啊 那假设说 消费者发现说上当了之后 你说要用light来去找他 那light大家都知道 light有一个 有一个封锁的一个功能 三峡警分局也提醒民众 不要贪图则扣而私下交易 若真的要网络购物 应选择具有审核机制的拍卖网站 比较有保障 以免遭诈骗 求偿无门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今年的新北欢乐耶诞城 是历年来战地最广的一届 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攻略整个园区 而在府中站的附近 就有一家相当有特色的亲子餐厅 一起来看看 在板桥府中站附近 有一间相当有特色的亲子餐厅 走进来先看到的就是一座 小朋友最喜欢的秋千 接着是两层楼高的 风潮绿花梯和球池 小朋友们转来转去十分的开心 老板娘说 当自己有了小孩以后 都会希望外出的时候 能有一个小朋友玩得开心 大人可以安心休息的地方 于是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空间 并且提供大朋友小朋友 都能够安心使用的亲食 这里的每一道餐点 都是老板现场调理 浅盐少糖 尽量呈现食物的原味 像是这一道软发起司塔 就选用了各种不同的食材 让小朋友能够蔬果 起司肉都吃得到 一次满足孩子的需求 我们就是希望 就是小朋友用这个餐点的话 一次用就可以吃到他们 所该要拥有的一些食材 比方说蔬果类的部分 或者是肉的部分的话 我们还有鲍鱼的部分 起司的部分 这个在一个套餐里面 就全部通通都可以吃到 对所以对小朋友来说 营养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个一份餐点的话 小朋友就一次就可以满足这样子 另外像是以可爱造型 吸引小朋友目光的 淡淡起司松饼宝宝餐 动物造型的吐司 和小鸡造型的沙拉 可爱指数都报表 另外一道人气料理 Oreal巧克力松饼 从面糊开始就是特地调制 配上顺口不腻的鲜奶油 也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餐点 老板表示 饮料也是选用新鲜水果 搭配牛奶馅打 要让小朋友吃得健康 有家长就说这里离辅中站不远 各项设施又很充足 下午休息吃个点心 晚一点还可以去耶诞城走走 哦 这边的设施就是很新颖啊 而且很明亮 然后感觉防护措施都很好 我们就不用担心小孩子会受伤 嗯 然后小孩子爬上爬下都没问题啊 然后我就可以跟朋友 安心吃饭聊天都很开心 因为这边离辅中站蛮近的 就从辅中站啊走过来 然后下午吃一吃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去板桥夜战城 然后都蛮方便的 你们会躲起来让妈妈找不到吗? 那还是你们的东西会藏起来找不到 对 除了各种游乐器材 店里还会依照季节举办不同的说故事或是扮装活动 黄小姐就说在这里可以放心的让孩子玩游戏或是DIY 爸妈也可以稍事休息 老老板也会搭配故事设计活动 让小朋友到整个店里去探险 动动脑也动动手 他还经常会办一些活动 可以就是讲故事跟小朋友互动 然后做一些手作之类的 然后爸妈就可以自己很轻松的在这边用餐 然后小朋友就可以暂时的放心交给他们这样子 平常除了我们有一些玩具啊 教具啊 这些或者是一些小活动的部分以外 那其实我们平日有时候也会开一些课程 就是也是专门为小孩子去做设计的 所以其实我们那些课程 我自己孩子也都会参加 那像今年的圣诞节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有推出一系列的一些活动 店里还有小朋友专用的游戏空间 各种邮剧一应俱全 不管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的玩具 不仅小朋友流连忘返 家长也能够在一旁喝茶聊天 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准时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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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